TAUTRONICS 嗨各位束褲們 我陳武達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真無線耳機 是來自TAUTRONICS的Sound Liberty 77 敢把自己的名字叫77的 通常都不是弱者 像775加巧克力 好吃 自習77 好看 那Sound Liberty 77就是好方便 尤其是在單耳的使用上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裡面有哪些東西 這就是裡面有的東西啦 不用看 這本多國語也滿厚的喔 Micro USB的充電線 兩組替換用的耳塞 再來就是我們黑色的Sound Liberty 77 簡稱黑77本體啦 黑77在外觀上 它的充電盒是使用黑色亮面的塑膠 然後中央Loco處可以看到同心圓的設計 會讓人聯想到同心圓的愛好者華碩 打開充電盒看到我們的耳機本體 也是採取一樣的設計思路 耳機外側發光的Logo區域 是觸控操作的地方 整體的形狀是採用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讓耳機的內側可以更貼合你的耳廓 這樣是為了增加它佩戴上的舒適性 戴起來不會讓你覺得 耳朵上塞了一大顆的異物 那黑77有哪些特色呢? 最大的特色在於它有著MC-Sync的技術 可以自由切換主腹耳 連接快速、距離遠 並盡可能去同步兩耳之間的連線 進而去減少耳機的延遲 這個MC-Sync的技術 它其實跟高通TWS Plus的思路類似 但好處是不用綁定高通的處理器 所以說你的手機無論是用哪一台都沒有差 而這個技術是由台廠洛達所提供的 現在洛達是在聯發客的下面 所以說發哥幹得好 台灣之星...不是台灣之光 那這項技術在實際使用上呢 平常你想要單耳做使用 你只需要打開充電盒拿出任一邊 它就可以直接給你的手機連線 你並不需要去記說 哪一個是主耳可以單耳使用 接著你想要變成雙耳使用的話呢 直接從充電盒拿出剩下的那一顆 兩邊就都會有聲音了 要再從雙耳變成單耳使用呢 也很簡單 把你絕對不需要的那個放為充電盒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方便 而且它整個過程都是很快的無縫切換 你完全不需要在手機上面重新連線 我相信習慣單耳使用藍牙耳機的人 聽到現在應該很心動了吧 那這款耳機有著5小時的續航 搭配充電盒可以來到20個小時 它還支援了IPX7最高等級的防水 那我在Dcard上看過 有人會買IPX7的耳機來洗澡 其實不太建議這麼做 IPX7它只防水 但是不防水蒸氣跟熱水 帶來這個洗澡 其實很怕它如果漏電的話 對你造成一些傷害 所以它適合的是你運動的時候用 然後運動完以後可以用清水來清洗它 那黑漆漆內附的耳塞上 我這次有一個小小的發現 上一次我們在雙11開箱它的時候 它上面附的是像 Build Free Plus那樣子薄型的耳塞 那我們這次拿到的版本 它的耳塞形狀變得比較像圓柱體 據說這個耳塞是改良過後的版本 好處是可以增加密封性 而且聆聽EV的效果會更好 所以從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知道 有時候帶薄的可能會比較舒服 但有的時候帶厚一點 才可以比較緊密 所以大家不要只考慮到自己 你要顧慮一下 耳朵的感受 那麼在聲音表現上 它的人聲清亮 整體的風格都是偏向於中高頻的 所以你聽弦樂器或者是聽鋼琴的話 爽度很夠 低頻聽起來會比較收斂 鼓棒的敲擊聲有時候會比大鼓還要明顯 如果你跟我一樣不喜歡烘頭泛濫的低頻 那黑漆漆會讓你聽得很開心 那如果要拿它跟Toptronics加其他真無線兄弟比較的話呢 我會覺得 TTPH-053是比較偏向低頻的大眾口味 Duo Free Plus呢 偏均衡 以人聲為主角 然後有著最高的雜實度 黑漆漆就是剛剛說清亮的中高頻 聲音略薄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看自己喜歡哪一種聲音風格去進行挑選 至於它的延遲表現呢 不明顯 所以看影片是很OK的 這可能就是要歸功它MC Sync技術可以帶來較低延遲的特性 在通話表現上呢 它的聲音會偏肩 而且背景的雜音如果大一點的話 比較有可能會跟你人講話的聲音混在一起 那你就希望對方不要神奇奇啦 所以在這個價位下呢 它的通話表現就是普普通通 最後就說一下我們的結論吧 Toptronics Sound Liberty 7-7 它的售價是2499元 在連線體驗上呢 它非常接近使用高通晶片的真無線 穩定 連線距離遠 主附耳切換方便 而且它在價格上還親民了不少 Sound Liberty 7-7 還有IPX7 最高等級的防水 我覺得它可能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它用的是Micro USB的充電線 如果你是很習慣單雙耳在那邊切換來切換過去的人 那Sound Liberty 7-7 可以無縫切換的特性呢 就還滿適合你的 以上就是我們對Toptronics Sound Liberty 7-7 的介紹啦 如果大家在網友心還有什麼問題 都歡迎到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 IG 科技網站跟蝦皮賣產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